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比昨日缩减263亿元 两融余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9876亿元 增长6亿元 股份涨跌数目截至5间收盘上涨1349加 下跌1798加 从盘面上来看 今天可燃兵有改越港澳大湾区天津自贸区物流服装家访等板块涨幅居前 医药商业机场航运细胞免疫治疗中药白酒卫星导航等板块跌幅居前 在今天的中心一级板块上暂时领涨的是石油石化 纺织服装和基础化工三个板块 其中石油石化涨1.2% 纺织服装涨0.9% 基础化工涨0.6% 暂时领跌的是医药 食品饮料和家电 其中医药跌1.2% 食品饮料跌1.1% 家电跌1% 截至目前为止 户股通禁流入9亿 深股通禁流入7.9亿 来看一下最新公布的腾讯业绩 腾讯手机业绩胜过市场预期 在港股竞价时段的时候曾经急升至7% 报色在424元 腾讯公布截至3月底止 手机纯利是232.9亿元 按年升61% 较市场预期的174.2亿元 为好按记则升12% 每股盈利为2.47元 手机收入二年增长48.39% 智能手机游戏支付相关业务 数字内容订购与销售 以及社交广告是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 要财政券的A股分析师黄泽航 黄泽航 黄泽 你好 黄泽航 好 大家好 那么先跟黄泽聊聊今天大盘的情况 今天早盘的时候 互生两市都是表现比较弱 而量能方面也是比较小 总体来说 大家好像还是在观望整一个后市的方向 那么另外关注到商务部 也是发言人高峰在例行发布会的时候表示 希望中美双方能够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扩大共识 不希望看到中美经贸摩擦升级 那么最近对于中美贸易战的最新消息 其实并没有说一个非常明朗的状态在这里 大家也是预期刘鹤访美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消息出来 比较观望它之后的态势 是会偏鹰派还是偏鸽派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后市走势的判断 Mark是怎么看的呢 好那么首先一个今天是到了这个周末 这个零这个最后一天 今天礼拜四礼拜五呢 这两天大家观望情绪比较明显 那么可能更多的会留意这个礼拜五 特别礼拜周末的时候呢 这两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 那么就在这个这个这个昨天晚上 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这个中性的一个事件 这个又出现了态度上的一个分 一个变化 那么是说这个要解决这个事情呢 它是基于这个中国在这个贸易上 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让步 那么实际上就是讲的是这个农场品啊 等等一些地方的一个出口 要扩大到这个中国 那么中国这个商务部也很明显反映了一个 也回应到说 这个涉及到核心的一个利益问题 也绝不让步 那么实际上的这个谈呢 肯定不是一两次就能谈好的事情 那么这几天呢 有一个这个公布 有一几个会啊 是关于这个500亿 之前美国对中国征收商品的一个 一个公告会吧 那么这几天呢 也是要等这个结果出来 那么等于说整个市场上呢 还是比较谨慎 甚至有点这个偏利淡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要重点关注的是 现在这个美元 美国这个十年期的一个国债利率啊 是已经去到这个百分3.1左右啊 那么与其说我们现在去探讨 这个个股业绩好不好啊 更应该留意一下 现在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那么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 这个新兴的一个国家啊 里面一个资本方面的一个抽水 这样带来的一个压力 那么同时间呢 这个美元啊 指数不断的一个上升啊 那么看到这个国内人民币 也有所反应 那么当然了 现在的反应啊 比起这个几年前呢 是来的温和的多 但是呢 后面会怎么走呢 需要进一步关注 那么从最近的这个香港这边 金管局也不断的啊再次买入这个这个港 这个啊这个这个港元 港元也是也是一个这个反应 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应该啊更留意一下 这个系统性的一个风险啊 那么应最好的应对措施呢 就是手头上有一个啊 啊现金的一个头寸啊 那么去去这个是啊 在我们这个投资的一个组合里面 有不断的一个现金流啊 在手上啊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能够更好的去平易 这样的一些这个系统性带来的一个波动 嗯所以其实今天呢 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啊 在腾讯出了业绩 都是一个超出预期账好的表现情况之下呢 两市的气氛其实都不算是特别好 是否就主要是刚刚Mark提到的 整一个美国债息方面 升穿了3.1% 3.01或者是差不多到3.1这个位置的时候 而带来大家可能担忧后 是有一个比较大调整的风险在这里呢 对我觉得这几天一个大盘走势偏震荡一点 那么更多呢是跟这个系统线 比如说一个是谈判 一个是这个美债 那么这个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多一点 那么当然了今天这个腾讯的一个业绩出来 大家都知道比较好 那么昨天这个ADR这个表现 也能够推测今天早上股价一般都是大涨的了 那么我再说大概说一下这个腾讯的 这一次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呢它最新出来第一季的一个收入 也好我们说这个 这个nong gap的一个收益也好呢 是超出了这个 我们内地就拿这个中金的预期来看吧 都是有一个超过这个预期的一个表现 那么也可以说呢 之前这个大家因为它这个去年四季度的表现不佳 对 这个一下子看得比较淡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也决定的这个股价都是一个上下浮动的一个表现了 那么说一个好一个这个值得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啊这个智能手机游戏啊业务方面呢 那么我是这里有一个统计啊 那么是过去啊可以说是六个季度吧 六个季度这个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铜饼增长呢 都是维持在这个50% 那么最高是84%这个的一个增速 那么最新的一个季度啊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近70%的一个增速 那么这个这个增速啊 是远超于去年同期啊 60%的一个增速啊 那么说明了实际上它的一个手游啊 包括新推出啊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绝地求生 绝地求生 这个是一方这个还没实现这个商业 主要是它这个王者荣耀啊 QQ飞车啊 手游啊这些 特别是它的王者荣耀 那么在它这个特别是 这个季度之间 它有一些推广呢 使得这个收入进一步又上去了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它现在的一个活跃 账户的一个数量 仍然是维持一个 同比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在这个游戏 单独一个手游来说 一定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么更多可能大家现在看的是 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么从现在这个增速来看的话呢 也也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增速啊 那么未来呢 更多的期望呢 可能在于一些这个 比如说PVBG啊 这些枪啊 手游枪这个吃鸡游戏啊方面 它到底怎么去实现一个盈利 那么这个可能是后面 大家跟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是一个符合面预期的表现 那么至少能够 这个少除啊 大家这个对于啊 去年四季度 它这个公司啊 出现下滑的一个一个隐忧啊 那么如果说股价的话呢 实际上今天是表现出来了啊 只不过是在一个大盘系统性的一些问题之下呢 出现了一个高开滴轴的一个问题 那么刚刚其实提到啊 关于腾讯的手游啊 它的这个吃鸡游戏呢 暂时还是没有之前商业化的 那么至于商业化的 具体的一个计划呢 还是要等待腾讯的公布 才能够预期了之后的表现 但是其实也是关注到啊 腾讯的网络游戏增长呢 却是大大的放缓了 那么这是预示着整一个游戏业务来说 对于腾讯的展望 是觉得网络游戏 现在可能已经比不上手机游戏的发展 是大势所趋呢 还是说的确是腾讯在这方面 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做的不太好呢 好那么说它这个网络游戏方面啊 今年一季度增速26% 那么去年一季度呢 34 下降啊那么实际上呢 这里面包括了两个啊 那么一个是刚才说的手游 这一方面表现没问题了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它这个客户端 我们说个人这个电脑客户端 啊这一块呢 等于说增速持平啊 也就是说这个跟上个月持平 等于说它这个啊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改善 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一个 大家这个实际上是玩手游游戏 跟电脑游戏啊 有时候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一个关系 没错 那么可能手游 大家玩得比较开心的那个啊 这样的一个市场 会慢慢从那边转移过来 嗯 所以这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 肯定会影响到啊 但是呢至少来说 它也不会说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 嗯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没问题 并且呢这个公司 我觉得它有一点不要做的 比较厉害 就是它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改变 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习惯 没错 从游戏到这个通讯等等 那么我相信呢 啊未来如果它啊 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 那么我觉得未来 它应该能够继续保持住这样的一个啊 对大家的一个啊 掌控的一个能力啊 啊去推啊 推一些新的一个产品出来 嗯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Mark详尽的分析 今天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先聊到这里 上述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 嗯没有持有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下午同一时间再见 好